我執行 執行要用這種方式嗎 那你承諾啊 院長請承諾 部長敢承諾 院長願不願意承諾 我對於整個情形都認為 針對問題才是解決問題 不是用拍胸腹的 人民要看到政府的承諾 今天我們願意給你錢 給你一千多億去改善電網 但是要看到政府的個子 政府敢承擔 政府願意承諾 那種政府啊 過去看多了 不要坦托啦 國民黨 又在坦托 院長不敢承諾 從你阻誤說要緩攻大陸 到現在還沒緩攻大陸 那你在談電能源的問題 院長現在還在講這些 如果一定要講這種 不會輸你啦 你今天是為了選舉他這個表演 是吧 表演 是吧 Please NO NO 好 你不要承諾 我敢承諾 來 代聲人員 你承諾反攻大陸啦 我們在就事論事 我也是就事論事啊 303大停電 為了你國民黨的承諾 我們台灣人民 付出多少代價 從你祖父的承諾 你老祖父的承諾 我還去當兩年兵 他說第一個要 在他黨中國大陸 解救同胞啦 你那承諾有什麼用 接下來不發生大改變 然後惱羞成怒 你太惱羞成怒 不知道講到什麼地方去 講到你祖父了啦 代聲人員 院長 是不是你祖父 是民進黨政府的政策 我們國會議員監督政府天經地義 就事論事 我叫的問題在跟你講 你老實講敢不敢 劉院長 要不要怎麼求救了是不是 代聲人員政府的政策 2025年達到20% 我們的政策沒有錯 往政策再走 今天這一些 當年留下來的種種探子 我很重的在抗測 我很想解決問題 你只在講敢不敢 你在為選舉再來叫什麼 院長 如果接下來 再發生大停電 王美化部長都願意承諾 2025年再生人員 你們政策要達到20% 請問 會不會達標 光用承諾有什麼用 你們國民黨承諾了多少 院長請回答 我回答問題 時間暫停 不要浪費我時間 主席院長不就我的問題回答 又來了 我就是在解決問題 再生人員202520% 會不會達標 這個我們已經 說過很 澄清過很多次 那確實 在2016 2017 設定這個部分 相關的當時的用電 跟現在的用電 確實成長了600億度 所以當時提的20% 是你要達成這樣的一個裝置容量 就可以占到20% 所以部長你的答案是沒辦法達標 確實 20%的這個部分 以現在的用電量的佔比 是確實沒有達到20%的這個部分 事實上我沒有預期 3月就會有缺電的事情 因為3月的用電量還非常的低 那我的預期大概從5月開始 可能到10月為止 我們缺電跟這個限電的情形呢 應該會蠻常發生的 但是3月3號那件事情 恐怖在哪裡好不好 3月3號那件事情 讓人覺得驚慌 覺得恐怖的 那是全島電網的崩潰 瞬間 你有大區域的瞬間停電 為什麼會有這樣事情的發生呢 因為我們的電網的可靠度有問題 各位 所以3月3號新達那邊有職勤的人員 犯了錯誤 所以新達的機組跳脫了 當時新達那個機組的發電量 只佔全系統的大概2%到3%之間 它的跳脫應該不會造成系統的崩潰 但是系統為什麼崩潰 台電一直沒有說明白 我認為它有什麼事情 不可告知的事情 它在嘗試的隱藏 缺電這件事情 我們將來面對就是說 我們到了晚上大概5、6點鐘的時候 就是我們缺電最有可能發生的時候 以後的情形就是電力公司可能到了5、6點看看說 等一下6點多我電力不夠 所以我6點多我就要開始分區停電 發一個通告大家有準備 當那時間我斷電 你斷個一個小時我再換別人 換別人用電 將來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如果這樣情形發生了 台電又處理不當的話 什麼叫處理不當 他說我今天不停電 也許可以混過去 但是很不幸它沒有混過去 那就是電網崩潰 所以你現在要誰來承諾都沒有用 因為數字擺在那裡 你的電就是不夠 你再承諾也沒有用 你也變不出來 你現在說我的配電系統很可靠 我有多少的改善 我有數據給你看 那我拿另外一個數據給大家看 輸電系統 你就是去年就是去年一年的故障 發生的事故就是前年的差不多4倍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電力系統 台灣的電力系統 已經是在一個泥沼裡面 今天不是哪一個院長做承諾 還有我現在303停電之後 所以即便台電董事長換掉了 也是沒有用的 啊什麼 台電董事長不是換人了嗎 換了誰應該都沒有用吧 那家家戶戶 你把院長換了也沒用啊 你把行政院院長換了也沒用啊 他變不出來 因為你已經是這樣的一個 已經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現在炒到底是不是缺電 都沒有太大的意義 因為馬上就會兌現 與其去炒到底會不會缺電 反而不如來想一想 我們要怎麼樣快一點 脫離現在的泥沼 我講啊 脫離現在的泥沼 是不是只有一個方法 李教授你曾經說過 讓核四讓核電賣一點原意呢 我這樣我把我的想法 我把分成短期中期長期好不好 短期就是說你現在做什麼 你現在做什麼救不了 你要分區輪流停電 這件事情你救不了 但是你可以避免電網的大崩潰 類似303那件事情 那你做什麼事情呢 台電要誠實的面對 我們缺電的事實 不要再嘗試隱瞞 不要再嘗試辯解 不要再頻率跟電壓 降低的狀況之下 來運轉你的電網 因為這個樣子會使你的設備容易故障 大家會不會覺得最近停電的事情非常多 是不是設備故障比較多 當然你說松鼠爬進去了 這鳥飛進去啊 那個不是台電的錯 這我都同意啊 那你說松鼠會不會造成停電也會 清華大學內部的電力系統 是清華大學自己處理的 那我們也曾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但是你台電公司你不能夠讓你的電網 長時間在頻率跟壓力都不對的狀況之下 運轉來降低你設備的可靠度 所以我覺得首先短期要做的 就是面對你缺電的事實 對傷性專業 然後好好來運轉你的電網 好中期怎麼做 我所謂的中期就是可能 在三五年之內 你會看到效果 就是我們要規劃 核一核二核三 這三座電廠的研議 然後我們讓核四能夠商轉 這都是忠誠的事情 這都是忠誠的事情 忠誠我們是要 我們要解決我們電力缺電線件的問題 我再要講強扯 那有沒有什麼建議要給小老百姓 我家戶是不是都要有自己的照明設備啊 那夏天又沒冷氣 真的是熱死了 家戶的話 你可能要裝那個所謂的緊急照明設備 那個還好啦 再加明時避免被東西絆倒而已 那個可能要準備 但是你說要準備柴油發電機什麼什麼 我覺得那個倒不必了啊 因為如果台電這個願意 好好的面對缺電限電的事實 然後他也願意在恰當的時候呢 在有必要的時候呢 做這個輪流停電的事情 我覺得的話就是大家要習慣了 你說到了夏天晚上沒冷氣吹 所以那就出去走 這個以前這個政府會建議你到大賣場去 也行不通喔 因為大賣場也停電了 所以你就到公園散散步吧